我回来是飞12 可是12是单纯在飞机上的时间 可是你从前面准备到后面 那个下飞机的时间 其实我已经也差不多15 16小时 也没有合研 执行12小时 实际工时却超过15小时 下飞机就直接到机师矫正点申源 他是空服员张书源 2016年空姐罢工曾挺身而出 再度现身是看不下去 一年赚1600亿的公司 然后年终跟人家说没有赚钱 可是对面的长榮大赚 我就会觉得长榮他们的飞机是加水 然后他们的机师是不用付钱 是机器人在开 判得到公司重视 不止空服员地勤也力挺 尽管统事长何暖轩 在机师罢工当天才一一委稳 我们地勤都是一群无名英雄 他们的表现让我感动 好吧 我想只要我能够照顾听人 我一定会照顾他们 董作口中的无名英雄却不领情 在工会脸书PO照 说不要消费基层地勤 何暖轩下台年终吐出来 引发上百折留言 其中一位竹梁俊提到 连加班换补修都不给这些 无名英雄根本是在作秀 他就是当年挺空服员的地勤代表 何董上任以来到现在 他其实还蛮少是比较正式的 这样子到机场去慰问一线的工夫人 这一次的慰问又刚好是在 这样子的罢工期间 有部分同仁也是感受不太好 地勤空服员会站出来挺机师罢工 不是没有原因 董作慰问员工似乎总是在敏感时刻 是冷是暖 自在人心 三兄刚才人林鸿宇 方玉祥 台北桃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